上个月首度出庭 金普聪和冯光源法庭上针锋相对 针对特殊性关系争议 10月6号高院二审民事宣判结果出炉 案情大逆转 冯光源需赔偿金普聪100万 并在各大报头版登报道歉 这个司法一定会有他公义的一天 金普聪不满遭冯光源讽刺 他和总统马英九有特殊性关系 怒告公然侮辱和加重诽谤 并提出民事求偿200万元 但刑事部分已经无罪定验 民事一审也败诉 为了捍卫自身权益 卸下公职的金普聪亲自出庭 果然奏效 为了个人的选举造势 他应该什么话都会说 又是一个不是事实 毫无事实依据的例子 尽管先前屡战屡败 但金普聪依旧信心满满 怒控对方玩文字游戏 狡辩特殊性关系的意涵 高院法官认为 冯光源在网路上的言论 确实侵害金普聪名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不好 某些人其实都没有参与 任何选举跟政治 二审反败为胜 获赔一百万元 双方都没有到庭听判 无法得知对判决结果的看法 不过全案可以上诉三审 金普聪和冯光源的纠纷 还得继续残送 记者刘世伟温思涵台北报道 参方都没有参与 热